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大家去看一个外景 我车门没有关啊 为什么呢 就是昨天的评论区里面有一个粉丝留言 说他在我这里买到了甲锅 他买的是一个亚式兰黛的套装 四件套 里面有小棕屏 有一个面霜 有一个眼霜 然后他说那些东西没有塑风 是假的 然后说跟他以前买的也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呢 我在我家里拍 可能他还会不相信 那我们现在就去 那个我买的地方去拍一个 本身呢 我是不屑去解释这种事情 因为人正不怕银子鞋嘛 但是 这个客户呢 他有一点特殊 他是 是在坐月子 我们都知道月子期间的话 生气对身体不好嘛 对不对 他在评论区评论的 就是别人建议的 别人跟他说的 美国的包装 东西就是没有包装的 他就是不信嘛 反正他就是坚持的认为 在我这里买的假货嘛 那我就去给他拍一个 让他知道说 他没有买的假货 让他心情好一点 我们现在就沿路 从我家里拍到店里 前面几期视频 我还有说 建议大家不要来找我买东西 免得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我还要去解释 结果还没有几天呢 就发生这种事情了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看了婆婆用的化妆品 打开是有一层塑缝的 我用了这么多年的化妆品 也是有的 就算我给我儿子买的 二十几块钱的玉美镜也有 为什么在你这里买的 雅士兰蛋小中平 套装八百五十块钱 却没有 心里安慰自己算了 但是用了也不保湿 也不感觉有一点效果 方姐你看可以解释一下吗 紧接着 他又说 我最近在做月子 不方便出去逛街 也喜欢看你的视频 所以在你这里买了 八百五 我还可以承担得起 就当是花钱买教训 我还要来孩子 不要让我心情不好 以后不汗了 祝你生活幸福 然后下面呢 就有粉丝跟帖的 但是他就是坚持认为 在我这里买了的假货 就是对所有的那些回复 都不能接受 回复是这样子的 我真的看他视频挺喜欢他 不然也不会在他那里买东西 东西没有达到我期望值 我维权都不行吗 何着我该被哼 他还列出了一二三四条 一买的套装里 眼霜和霜没有塑料薄膜 二跟网上对比 平时不一样 三跟之前对比 没有效果 四你们买了就知道 不信你们自己买来试试 也许你们试了 就不仅是我前面说的三个了 看在他是做月子的份上 我觉得我完全有必要做一期 带这个所谓的自成受害者的宝宝 去看一下 在商场里面 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你没有看到的 你不相信的 他就是假的 你没有见过的 就一定是假的 我其实还蛮能理解他的 不是这个社会 就是造成了他们这种 对任何人都不信任 是这个社会造成的 真的 因为卖假货的人太多了 这里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梦 我要到这个梦里面的一个 地老子商场去 所以一旦超出了他的认知 他就会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事实 他就只相信自己了 你怎么样解释都没有用 为什么我要去地老子呢 因为我的东西都是在地老子买的 那有可能就是他们这里 有一些货呢 是专攻某个商场的 可能就是说地老子有 但是不可能别 不一定别的商场有 然后他们梅西啊地老子 他们有供不一样的货 所以呢 我就还是在我买的地方来拍吧 没停周围啊 今天啊声音这么好吗 哦对 今天是周末 找个地方停住 哎 这里有一个 好了 我们就来也不去了 直奔 我们要去看的东西吧 就直奔那个 牙齿兰带的柜台 这边的商场都是这样子的 没有什么人流量 但是每天都会开门 这家店的经理跟我很熟 所以呢 我在这里买东西 它是不限购我的 就像买大理包一样 我一买就是买几百个 人家买的是一次只能买六个 我上次买的那些牙齿兰带呢 全部都是因为买大理包要配货 每一个大理包要买45美金的东西 才可以配一个大理包 所以我就也买了很多的配货 而且黑五的时候 因为我买的太多 还是他们商场直接给我送到家里来的 OK 他们这里还有这个套装的啊 好 那我们现在就现场来开一个啊 他们这还有蛮多的 还不止这一个 怎么没有人在这里呢 我们现在就现场来开一个 人呢 想找个人帮忙都不行 一个只手要拿 等一下我拿 指甲出来吧 我们下一个车去 我们下一个车还得开一个 我看一个车还得开一个 我看一个车还得开一个 在这里拆 这一趟 这个里面就是这四个 他说的眼影 没有受风的 拆出来就是没有受风的 拆出来就是这样的 这是现拆的 这是面刷 可以看也是没有受风的 也是没有小盖子的 然后他说的是小中亭 长得跟他的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看 是不是跟他买的 那个是一样的 这个是第七代的小中亭 是不是跟你买的那个是一样的 你检查仔细了 看清楚了 是不是跟你买的那个一样 这个是第七代的小中亭 所以瓶子呢 是比较方的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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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在商场现开的 然后这个套装的 这个套装的原价价 价格在这里 一百一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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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认为了 我认识了 他们把这些包装去 然后她说 他处理这些 所以 我认识了 这些东西 我认识了 我不想要这个东西 停 然后呢 我现在也有这个套装 没有这些 这个套装我家里的其实已经卖完了 这个套装我家里的其实已经卖完了 这怎么说呢 所以我前面说过 我不介意大家来找我买东西 就是因为你要 去解释这种事情很烦的 基本上是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里买的 他们这里已经没有牙齿囊在这里包了 谢谢 谢谢 我顺便去看看包包吧 现在也没什么好看的包在打折 这个还可以 164 这个还可以 但是价格也不是很好 五折六折 这个夜下包 还193.5折 太贵了 这个是75折 好吧 也没什么好看的 这个是现在的新款 今年的新款 像这个啊 它递了纸的都是会有这种 就是你买东西哈 它递了纸卖出去的都会有这种 黄色的标签 这个标签呢是退货用的 退货用的 也就是说你只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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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标签你就可以来退货 那如果 就是也不需要有小票你只要拿这个包过来这里有这个黄色的标签就会退货 这个包这里有黄色的标签说明这个包是退货回来的 说明这个包以前被人家买走了 现在是退货回来的 还有这里也有一个你看 所以呢 我也不怕 就是说我也不怕人家说我卖假货 就是你找我要小票 我也有绝对可以提供小票的 我的东西 如果是在地了子买的都会有这个黄色的标签 那这个就是没有退货的 你看它是这个上面就没有贴那种黄标 好像好多都在打折 但是就算它打折价格也不是挺好 好吧 现在毕竟也是疫情期间 能在外面少待一点就少待一点 咱们就回去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解了它的疑惑 在家好好坐月子 不要胡思乱想 不是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坏人 还是那句老话 建议大家不相信我的话 千万不要来找我买东西 我不想再做这样的解释了 我们有14个小时的时差 那种一夹过来没有秒回 就把我删掉的玻璃心 千万不要再夹过来了行吗 我是方姐 下次见 好